需要被帮助的人有万分之一的希望 上人他都很愿意去做一些尝试 为什么要做慈善 怎样才能真正帮到需要帮助的人 台湾讲师陈志明分享慈善访事须知 从今天这个师兄那边讲 就感觉上人的用心 那个我们讲的那个慈悲心 真的是要做到真的是真正的那一种关怀 然后我们才来去做那个评估 一个小型娃娃那对灾区有房住哪里 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食物 荧幕上国际灼灾的画面 宗教处专研陈祖松带领大家同理难民的苦 灼灾的过程中需克服种种讨厌 更要直接重点 要去了解他们的感受 把你自己当作你是难民的话 你所想要的是什么 然后我们才可以去判断 真正他们需要的东西 所有的慈悸志工 都是自己出钱出力出时间 来无私的付出 用相机记录人间美善事 摄影大师阮毅忠丽临分享 多年来拍摄正言上人 所感受到的慈悲与智慧 主要是透过这个相片 来呈现那个实际的那个法 用相片来说法 所以真是我们人文真上美 所要学习到的 每一次他都以第一次拍照的心境去拍 这就是常说的那个出发心 两天的四合一干部阎锡营 参与学研重新领略 待新闻饶舆论 钟建民苏星仪 邓凯生 马来西亚马六甲报道